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将近暮年 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 每一天的你都需要在生活中 不断地进行打磨和历练 每一年的你都要比过去的自己 更有成长和进步 每一个阶段的你 也都会遇到更不一样的世界和自己 今天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藏在寒门柜子的三个真相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以中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凤不弱人也 二十二年前 南冲市聚光乡小学 来了一个怯弱的少年 一眼望去 那少年破烂的一山下 是藏都藏不住的自卑与怯懦 亲生母亲在他幼时便离他而去 父亲只会在他病得不能自己去医院时 给他留下勉强购治病的钱 没办法 穷人的孩子只能早当家 放学后 当别的同学或在路上打闹 或在嬉笑声中归家时 他要在天黑前赶回家 喂家里的猪仔和水牛 然后趁着月色 拿着家中的竹楼去田里抓黄鳝 周末的时候 还要冒着被狗和蛇追咬的风险 去吉里开外的河里钓鱼 那时他最开心的事只有两件 一是父亲没有把他 用来换学费的黄鳝卖掉 去买肉和酒 二是晚上坐在煤油灯下 写作业读书 宋连讲 已终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凤不弱人也 是啊 只要能读书 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人后的苦能勉强吞下 人前的尊严又该如何维护 无数个时刻 他都差点被家徒四壁式的贫穷压垮 当课程上到一半 却因拖欠学费被老师叫出教室约谈时 当雨天无散 失路着上课 屁股后面沾满了污泥时 当夏天 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 冬天穿着破旧衣服 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 领作业本时 这一路支撑他走下去的信念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书念下去 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说到这儿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少年是谁了 是的 他就是这两天很火的那位中科院博士 黄国平 2014年 他顺利考入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2017年 从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后 赴腾讯就职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如今 他已是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 腾讯ARLAB的高级研究员 继续再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还资助了好几个贫困学生 要改变 要学习 27年前 北大西门 来了一位瘦瘦高高的保安小伙 他穿着最普通的保安服 脸上却洋溢着最灿烂的笑容 毕竟在这之前 他穿的永远只能是哥哥们留下来的旧衣服 作为家中老小 初中毕业之后 他就留在家里帮父母务农 直到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来招人 他才离开了祖祖辈辈都没能逃离的大山 而这一年 他才17岁 17岁 当稚嫩的你我 还在父母的庇佑下 抱怨学业的繁重时 这位同样稚嫩的小伙 却早已失去学习的机会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但是 这一切都没能磨灭 他读书的热情 他内心 始终有一个声音 在高声呐喊 我要改变 我要学习 在这个念头的强烈驱动下 他却买了一本英语书 开始自学英语 白天站岗不能读 他就在夜班无人时 大声朗诵 时间不够 他便主动申请连上夜班 一天英语系一位教授 听到他读的英语后 笑着说道 你这哪是学英语 粗听我以为 你是在念德语呢 随后便给了他一张 免费的英语听课证 他感谢不已 之后学习更努力了 除了站岗 就是看书刷题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忙的时候 连吃饭都顾不上 终于 黄天不负苦心人 他通过自考 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专科 三年后 更是凭借十三门课程 全部高分通过的好成绩 拿到了北大法律专业自考 专科毕业证 他就是被称为 北大保安第一人的张俊成 1999年 张俊成带着一纸 北大毕业证 和三大代陈甸甸的书 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认可教师 2015年 他开办 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主要面向农村孩子招生 如今他已从教二十余载 培养了数千名人才和大学生 他说 北大给我拨下了一颗种子 我要把这颗种子 带给更多的人 命运置他于微芽 他溃人间一芬芳 1983年 云南中眠子弟学校 迎来了一位年轻老师 他时常梳着两个小辫 笑颜如花 总是和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打成一片 在教学实践中 他发现自己的学识 不足以让他当好一名 称职教师 于是他日夜苦读 精进学问 终于在1988年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 毕业后 这位东北姑娘 就留在了云南教书 一次他的班上 来了一个小男孩 父母都没了 询问之下才知道 他母亲因为生二胎 难产而死 临死之前的唯一愿望就是 想要见自己的丈夫最后一面 没想到 他父亲竟被他奶奶拦住了 只因他奶奶觉得 女人生孩子死亡 是不吉利的 结果他父母 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就天人永隔了 这件事 是他父亲心里 永远的遗憾 后来他的父亲 在一次离田的时候 躺在稻田里淹死了 听完这件事后 他跑到男孩家里 想去看看 他奶奶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没想到去了之后发现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勤劳 淳朴 老实 谈不上狠毒 也说不上奸恶 只是因为从未走出大山 所以用祖祖辈辈 都在遵循的迂腐规矩 毁了一个家 只是因为从未读书十里 所以用世世代代 传承下来的愚昧思想 害了三代人 回去之后 他便萌生了 建立一所全免费的 女子高中的想法 女孩子受教育 是可以改变三代人的 于是 他便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 行企之路 在丽江街头 他讨到过钱 也讨到过路人的羞辱 在企业门口 他求得过赞助 也曾被企业保安放狗 咬得鲜血直流 在家访路上 他发烧过 倒下过 还摔断过肋骨 但当全国第一所 全免费女子高中 华平县女子高级中学建立时 他觉得 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他的名字 就叫张桂梅 2011年 华平女高首次高考 本科县69名 2019年 华平女高 一本上限率 达到40.67% 本科上限率 82.37% 排名立将是第一 迄今为止 他已帮助 1800多名贫困女孩 走出大山 圆梦大学 如感动中国租委会 写给他的颁奖词 所说的那样 自然积他以风雪 他报纸以歌唱 命运致他于微涯 他愧人间以芬芳 他的一生 如他的名字一般 是玄瓣的桂 是雪中的梅 藏在这三个人故事 背后的真相 为什么我想跟大家 聊聊这三个人的故事 是因为我听到过太多 抱怨后门与关系 见到过太多人 身处沟渠 就融于泥沼 也看到过太多女孩子 早早嫁人 生子后的 潦草一生 更因为作为一个从大山深处里走出来 因为读书改变了一生命运的人 我深知 藏在这三个人故事背后的 是关于普通人读书的三个真相 一 读书是跨越阶层的最佳阶梯 我时常在想 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曾经我觉得是为父母争光 为家族天才 后来又以为是为了让自己兜里有鱼才 心中有秋贺 直到看到黄国平 从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怯懦少年 成长为中科院的博士研究生 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张俊成 从一个初中毕业的保安 逆袭成拥有北大学历的职高校长 张桂梅从一个小镇姑娘 变成一个时代的符号 我才明白 原来读书是让我们跨越阶层的最佳阶梯 更是对抗后门与关系的最强力气 就像知乎上那个问题 读书对于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影响的回答 读书是最公平的 可以选择未来生活的权利 它可以跨越阶层 对抗后门与关系 普通家庭的孩子 想改变现状 提升阶层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二 读书是人在低谷时 最好的投资 年少看书 每每读到 车印下业 练囊成盈 孙康冬夜 硬血读书时 总觉得有点假 两人皆生而穷困 一盏灯油无钱买 温饱尚且不可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哪来的心思读书 如今当我看到 黄国平家徒四壁 却依然坚持晚上 坐在梅油灯下读书 张俊成仅仅初中毕业 却能在路灯下自学英语 张贵梅 行起十二年 仍不忘教育的意义 这时我才明白 原来读书 是人在低谷时 最好的投资 因为读书 让你即便深陷勾曲 也能抬头看乐 让你即使生于景语 也能心向灿阳 均不见祖敌失智报国 文姬起舞 均不见阳时 潜心精力 城门力雪 手上有书 脚下便有路 脚下有路 人生便有光 所以 请别再抱怨生而平凡 别再不满家境普通 别总愁愁前路迷茫 去学习 去读书 去看头顶的月亮 去追天上的太阳 三 读书 让你走出黑暗 更照亮黑暗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 比十几年 一贫如洗 但仍坚持信念 更可贵的东西 那就是 一个曾经 一贫如洗的人 在生活改善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 是去改善这个世界 来自于摆脱贫困 转身 辅助贫困的黄国平 来自于 生于农村 最后回馈农村的张俊成 来自于生儿为女 一生娇女育女的张桂梅 她们走出黑暗 又回头照亮黑暗 如鲁迅先生所说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生的发生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如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 如今没有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而在我看来 这就是读书的力量 不必非要当道要金 富甲一方 成名成家 只需追着光 靠近光 努力成为 照亮脚下 方寸之地的营火 足矣 董卿曾在一个节目中说 我始终相信 我读过的所有书 都不会白读 它总会在未来日子的 某一个场合 帮助我表现得更出色 读书是可以给人 以力量的 它更能给人快乐 夜晚的星星 不会为为何 这么晚 还有人在赶路 时光不会辜负 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 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 也没有白读的书 往后余生 愿你腹中有书 脚下有路 头顶有光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